我们省吃俭用 勒紧裤腰带 盼你们早日解放 看 这也叫侵略 这也是侵略吗 但是 打击侵略者 自卫还击 是我们神圣的权利 这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一幕 被俘虏的越军却反咬一口 说是侵略了他们 当越南集围需要帮助的时候 中国人民省吃俭用 为他们支援了粮食武器 越南解放后 转而投向了苏联 认起了老大哥 囊子野心的越南 频频侵犯中越边境 制造流血世界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1981年上映的电影 新兵马强 看他一个连枪都不会打的士兵 如何锻炼成一名钢铁卫士 马强是一个农村孩子 他应征如武 成为利民战士 在训练过程中 马强连战队都会出错 左右不分 就连报数都会报错 更别说射击训练了 在射击的时候 他总是不会闭左眼 结果还把双眼变成了翻白眼 这让班长近似乎哭笑不得 马强的一系列操作 显然没有办法进入一线作战部队 结果他被分配到了吹尸班 打枪不行 烧火做饭总行了吧 结果火星子崩了他的眼睛 过去被烧糊了 这天马强和队友开着汽车 去了及时买菜 他遇到了一个叫阿明的小男孩 他的父亲是被越南士兵开枪打死的 现在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艰难的生活 小男孩的话反复萦绕在马强的耳边 小心叔叔被人不打呀 被人不打呀 边境上的老百姓赶完了及时再回去的路上 却遭到了越南人的疯狂袭击 阿明的母亲也死在了轰炸中 北越自卫反击战终于打响了 马强跟随部队上的战场 他所在连队正通过轰炸区 紧急赶往493高地 遭轰炸的时候 马强并不知道这是在轰炸区外 爬在地上的他 迟迟没有等到轰炸 马强觉得也不过如此 当作战部队进入轰炸区时 自信的马强却站在原地不动 结果却是他背上的铁锅救了他 没有这口铁锅 现在估计都成了筛子了 493高地被三连提前拿了下来 马强在山里遇到了一个女间谍 作为新兵的他 并没有怀疑这个女人 结果却被女间谍打了一几冷枪 幸亏马强多善及时 马强扔出一枚手榴弹扔向了女间谍 结果由于自己平时训练太差 惊忘了那弦 女间谍被吓走后 马强来到一个山洞 他无意间发现了一名越南军官 越南军官看马强是一名新兵后 便开始撒谎取得他的信任 他声称从小就生活在边境线上 经常去中国讨荒要饭 马强相信他是一个受苦人 于是马强放下了戒备 越军军官正想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拿走手榴弹 这时连长赶了过来 这才没有让他得逞 连长定睛一看 这个军官原来是自己多年前的学生 在越南解放战争中 中国派遣军官倾囊相授作战技巧 那时的阮基石与连长的关系非常融洽 作为学生的他非常感激中国的帮助 谢谢老师 中国的领土是我们越南的大后方 老师有了你们支援 我们越南一定能够胜利 可是当越南认了苏联老大哥之后 阮基石却在战场上 与他的老师连长冰农相见 他们吃着中国提供的面粉和大米 却做着忘恩负义的事 你是我老师 可是老师在侵略我们学生 一旁的马强听到后 气不打一出来 什么 你们驱赶几十万华侨 把他们各个抢得进光 你们在边界上制造流血世界 杀死我们多少的人民 我们省之兼用 雷锦可要带 盼你们倒入解放 看 这叫侵略 战斗打响后 越军熟知我解放军的战术 他们牢牢地将解放军阻挡在阵地前 连长命令三排绕到敌人后方实施攻击 但通讯员却被敌方击毙 连长本来叫马良跑步去通知三排 结果马强却以为是在叫自己 于是他接下了这个命令 一班长在掩护马强时 不小心被敌人击伤 马强只能将一颗手榴弹给他留下 马强在路上遇到了越军 因自己没有武器 他灵机一动 把水壶丢了出去 越军以为是手榴弹 连忙隐藏进来 马强趁机躲开了他们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同志们 正遭受敌人机枪的威胁 于是他拿起死去战士的枪支 在敌人身后袭击他们 马强在这一刻不但会开枪 也会将左眼闭上了 我会打枪了 一阵突突之后 敌人被禁术消灭 因连队打了胜仗 要改善伙食 司务长命令马强去当地老百姓家里去借盆子 当马强从越南老百姓家里借走盆子之后 这家的房子却起了火 女人被越军用喷火器点燃至死 孩子与老人正被房子的大火吞噬 马强看到后急忙返回救下了男孩 结果在返回的路上 却遇见了越军 眼看马强就要落入虎口 于是他选择背着男孩跳下了山崖 当他醒来时 他已经在后方医院了 在医院里 他认识了一个护士 两人逐渐有了好感 马强还在这里遇到了战友拱大方 为了尽快返回战场 两人在女护士的帮助下 从医院逃跑了 在途中却被民兵当作越军间谍抓了起来 并将他们送到了前线指挥部 指挥员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的连长 从此 马强参加了尖刀班 平掌山是一个严栋多 地形特别复杂的地方 大规模在这里用兵的话 无疑是自取灭亡 于是连长命令化正为零 以班为单位对越军阵地发起突袭 马强所在班首先执行了任务 在侦察过程中 他们干掉了三名越军 并扮成他们的模样 对越军严栋实施了突袭 防守严栋的守卫被干掉之后 战士们冲进了严栋内 对里面的敌军意义清楚 拔掉这个据点之后 三人又继续清除别的防守点 大方在战斗中被击毙身亡 昔日的好友在马强眼前牺牲 此时的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愤怒地拿起枪 疯狂地扫射越军 班长竟似乎在这次战斗中也负了伤 当马强发现后 班长却不让他声张 全联战士又一次攻打越军山头 山头上的火力点密密麻麻的 稍不留神就会全军覆没 班长竟似乎冲向了烟雾中 又一次被敌军打伤腿部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 打掉了严洞口的机枪手 为战士们赢得了时间 马强他们攻上了山头 但竟似乎却已经牺牲 马强所在连队又一次接到了任务 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兄弟部队 战斗打响后 必须在三十分钟内打掉敌人的火力点 对面是号称第三军是强国飞狐团的尖刀连 战斗瞬间打响 马强经过战争的洗礼 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 他辗转腾挪绕到了敌人的后方 马强攻身一人在山洞里与越军厮杀 在清除掉了洞内的越军后 山下的队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依然向他开火 集中升职之下 马强脱下衬衫做成白气打出 连长带着战士们一涌而上 活着历练满辟的新兵马强 农村兵马强有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新兵 在战争的洗礼下 逐渐成为一名尖刀兵 战斗中他率先垂反 事实冲在前面 屡见战功 新兵马强 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可能艺术水准并没有多高 但却像一个曾经的好朋友一样 任凭岁月长河静静流淌 默然回首时 仍然会感受到 一颗无声跳动的痴子之心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